35岁的吴雷、殷逸在华中地区经营着一家小型建筑公司 他说过去两年公司都接受中国恒大3333 HK以商业票据抵付款项 但如今随着恒大的商票价值可能打水漂 吴雷的公司也濒临存亡关头 中国恒大总债务超过3000亿美元 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 目前正深陷资金危机 四处奔波筹现向银行及供应商还款 上百名抗议群众本周集结在恒大深圳总部 希望确保能够拿到钱 吴雷也是其中一人 我们承包恒大工程 所以我们即使没有先付钱 供应商也放心提供原材料 现在供应商起诉我 法院冻结了我的财产 我已经把车卖了 我还有员工等着我付薪水 他说 吴雷及许多有类似遭遇的人 所面临的困境 凸显出商票在中国地产行业 广泛使用的情况 地产开发商爱用商票 因为商票不会被算尽有息债务 开发商为承建商及材料供应商 开商票 承诺一段时间后兑付 通常是一年以内 吴雷已经被恒大商票 逾期未兑付50万元人民币 78000美元 另外还有200万元人民币 将在3月到期 他回到自己老家河南开封提起诉讼 但担心可能要花费好几个月时间 才能解决 恒大表示 正努力偿还其理财产品的投资者 并正在与银行商谈贷款展期事宜 但并未提及规模较小的供应商和承包商 与此同时 金融市场已经反映了恒大债券可能违约的风险 人们对其将不得不进行资产重组的预期很高 目前尚不清楚 恒大集团到底发行了多少商业票据 但其旗舰子公司恒大地产披露 截至2020年底的商业票据价值约为320亿美元 尽管背负着巨额债务 但直到去年年底之前 恒大的名字在普通商圈里一直声誉很高 其商业票据甚至在与建筑无关的行业都有交易 贵州省一贫困县一家小型营销和咨询公司的老板说 他从客户那里接受了恒大的商业票据 正在等待150万元的付款 现在已经逾期两个月了 我感到很沮丧 对不起我的家人 他们不得不陪着我过欠债的日子 他说 他拒绝透露自己的姓名 因为有传言称抗议者受到了人身威胁 周一在恒大总部抗议的群众约有上百人 但到周四时 已经只剩下二十几人 许多人越来越不抱希望 也或许是盘缠逐渐耗尽 一名张姓抗议男子 因为听说恒大将在广州做一项宣布 周三离开深圳转往广州 但我觉得他们可能只是在想办法 把大家牵制到各地 好分化我们 他说 周四至少有两名抗议人士被捕 但其他人仍坚守现场 在抗议群组里转发评价于家店的购买链接 好作为席地露宿的客南铺店 我已经只能露宿街头 有什么就吃什么 就算我想离开深圳 我也没钱可走 一名从江苏远道而来的商店业主